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三角梅要想开花量大 开花质量有保证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补充足够的磷甲肥 那么用的最多的就是磷双青甲这一类的磷甲肥了 那么我们在使用磷双青甲的时候 很多花有了用肥都是大概7到15天给它喷湿一次 可能有些花也会发现了这一类的效果可能不太好 因为三角梅在这段时间的话呢 它的虚肥量比较大 那么我们就要做好这个薄肥勤湿的原则 每天都给它补一补肥天天施肥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满足它对磷甲肥的需求 而且呢可以让它的花量大增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给它天天施肥了 天天施肥不会出现肥害吗 那么我们就要做好薄肥勤湿了 一般我们用磷双青甲拿来喷洒这个三角梅的时候呢 都是建议大家稀释的倍数在800倍到1000倍左右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想天天喷湿 那么浓度一定要低 这个时候浓度的话呢我们可以稀释大概到4000倍或者是5000倍左右 那么浓度稀释好了就不容易对这个三角梅来产生肥害 那么我们在每天饭碗的时候呢给它进行喷洒 这样子的话呢它每天都有足够的这个磷甲元素吸收 那么它就很快能够开出非常多的花 其实这个原理的话呢就像人要吃饭一样 人每天都要吃饭 那么这个花的话呢它要想开花 它每天都是虚肥的就是说不能够施浓肥 我们只要给它薄薄的施上一点肥 那么你的这个三角梅呢它的磷甲肥的需求呢就能够得到保证 那么很快呢它就能够开出非常多的花盾 但是注意了我们在喷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在傍晚的时候来喷湿 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喷湿 中午时候喷湿的话呢这个页面上会有水 再加上光照的照射化会灼伤你的这个三角梅叶片 所以我们在给三角梅喷湿磷甲肥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这样给它喷湿 那么你的这个三角梅想不爆喷都难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